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疆人真是说到做到啊 所以说他们也知道新疆人的这个脾气 答应了新疆人的条件 就让新疆人也说话说话 让他站了起来了 手机掉了 也可以让你捡起来 这时候来警察了 看看最后怎么样 但是不管结局如何吧 这件事情过后 保证这些城管至少一个月 再见到新疆人腿都在发抖 以后也不敢轻易吸压吸压小沙小饭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观看小风传媒走天下 我们下次节目见